今天不淘寶,原來淘金 入場費800日圓就可以淘金了 到底可以淘到多少金呢? 看到很多金沙 在西三川沙金山裡面 原來在102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記載金沙的存在 而在封神年代更加 每年畫到有250公斤的金沙 讓我們今天看看 可不可以畫到這麼多金沙 先看看 你猜淘金真的那麼短嗎? 總是沙吧 大家看到嗎? 沒有金 我也看到了 讓我先說暗號 就是 骨金骨骨骨骨骨 說到我 說完暗號之後真的有效 馬上有三顆金沙 不是吃得到的 是新奇金來的 好 好 金最大的秘訣就是 運氣 掙錢也是一樣 但也有些技巧 所以肥仔教我們 是一個好像 風車旋轉式的 不斷搓就會搓出那些金 金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要在光線充足的畫景之下 去看金 因為金會反光 對 對 對 你看 金條 漂亮 在30分鐘之內 便會逃到金骨骨骨骨 我已經來到縮金木了 這裡很多建築物都是用木做的 而這個很特別的油漬木 是19212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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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